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 也就能一口答应 然而呢 令吴铁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匪夷所思 作为当地人 又因为工作关系 吴铁强跟镇里的李奇书记有过几面之缘 这一回领导主动添加自己为微信好友 吴铁强毫不犹豫地就通过了 看到他的头像 我们认识的 认识他是对我们单位司机我们就添加他了 几句寒暄过后 李奇请吴铁强第二天早上九点到齐办公室一趟 就在吴铁强准备按时赴约的时候 对方又给他发来了私信 几分钟后 李奇又来了信息 表示刚才因为有领导来视察 所以不方便 同时请求吴铁强能否帮他一个忙 提到钱 作为一名商人 吴铁强的敏感性也很强 不过 几分钟之后 李奇就发来了一张 转账五万元的银行流水截图 收款账户就是吴铁强本人的账户 假如是领导向我们借钱的 我们也现在核实一下 你为什么向我们借钱 你肯定有什么动机向我们借钱的 你没动机向我们借的 你叫我们帮你转的 我们又不会花钱 我们就是耽搁一下功夫 帮你做一下事 为了帮这个忙 吴铁强专程去了银行 并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 不过 这五万元当时还没到账 他说肯定跨行没这么快 他给我这样说 这边 李奇还在不断催促 要吴铁强赶紧帮其转账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稳妥起见 吴铁强还请银行工作人员 帮忙确认了一下那张转账截图 他说这是真的 这一顿工站都在这里 这是真的 这个钱是真的 在多方确认无误之后 想着李奇给自己账户拿来的钱 24小时之内就会到账 吴铁强这才从自己账户上 赚了五万元给李奇指定的账号 谁知 几分钟之后 李奇又给吴铁强发来了微信 说是还需要转笔钱 很急 希望吴铁强务必帮忙先垫付一下 当时吴铁强的账户上 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准备如实告知 直到这个时候 吴铁强才恍然大悟 自己是上当受骗了 他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发现 当地有如此遭遇的人 不仅吴铁强一个 在吴铁强被骗的当天 紫胡镇还有一名商人 被骗了五万 而在他们被骗的第二天 怀育香的养殖户陈先生 也被骗子以同样的方法 诈骗了四十万元 我帮书记转了一下钱 到时候肯定有 在政策上肯定有关照 所以说他就没想那么多了 就将对方 这个诈骗分子提供的 这个营养卡号就打了二十万块钱 把自己先垫了二十万块钱 先垫过去 这个分了两次 一个是十二万 一个八万 然后两个十万 就是加起来 一共有四十万块钱 事实上 冒充领导诈骗的骗术 在很早以前就有过 然而 在分析辖区内发生的 这类诈骗案件时 办案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的骗术相比之前 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迷惑性 他的这个目标 就非常非常明确的 第一 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第二 你可能还想拓展你的业务 第三 你跟这个相当委书记关系 并没有达到那么亲密的地步 也就是实际上 可能就是认死 在怀育乡内起 被骗四十万的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 是跟受害人陈先生表示 针对养殖户 政府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而当时据陈先生打听 这种优惠政策的确存在 书记主动去关心他们这个养殖 包括这个工程的项目 他就感觉就受从落井 感觉这个数据肯定 对他们这个经商这块 肯定有什么照顾 而且更让受害人相信的是 骗子发来的转账截图 在紫胡镇的五铁墙被骗案中 他还找银行工作人员 核实过转账截图的真实性 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 才放心转了账 那么这种转账截图 是怎么回事呢 他实际上也是借助我们现在 金融系统里面的一个 24小时到站的问题 就是说他实际上骗子 发起的转账 他是确实是发起转账 但是发起转账 你也知道的 我们如果不是用这个 特殊的像微信这些实施到站的 他可以选择24小时到站的 那么他在24小时时间之内 他可以把这笔转账给撤掉去 正因为如此 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受害人都会主动遍付资金 帮忙转账 而这恰恰便掉进了 骗子精心设计的骗局里面 那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冒充领导的非常残局 我们在那段时间 也做了一个预警提示 这个关于冒充领导的这个预警 对 防止更多人被骗 领导主动添加微信 要求自己帮忙转账 诈骗分子精准设计 当地多人遭受骗局 假转账 真诈骗 北方警示 正在播出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膏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 葛洪牌 桂龙药膏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在接到受害人报案之后 警方立即展开侦查 警方就发现 这些犯罪嫌疑人十分的狡猾 他们使用的微信账号 都不是实名注册的 这也为侦查工作带来了困难 因为我们确实是非常难 因为当时聊天的微信 包括那些当时 整个侦查的时候 确实非常难 因为当时这个微信 实名也没有实名 最后 警方又对受害人资金的流向 展开了调查 因为吴铁强等人报案及时 警方很快追踪到了 犯罪嫌疑人的银行卡账号 今天我们调查 就是指红这个案件 这个一级卡打款之后 每人打了五万之后 他们到了二级卡之后 都贿赂了五个相同的账号 每个账号都有两万块钱 其中四个账号 这个两万块钱都没有转走 也就是加起来有八万块钱 警方立即冻结了这几个账号 追回了八万元资款 然而 怀玉香的受害人陈先生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警方调查后发现 对他进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与诈骗吴铁强等人的 并非同一伙人 而且尽管在接到陈先生报案后 报案人员立即启动了 紧急指付机制 但犯罪嫌疑人转移赃款的速度太快 陈先生的四十万元 已经被一级级地转走并取线了 取线了 当时我们也去了广东 这个取款地点我们去调查了 但是当时因为也是疫情期间 当时也戴了口罩 对我们这个侦破 确实带了非常大的难度 不过在侦办这一起案件过程中 报案人员还是掌握到了一些线索 那就是陈先生的四十万元 当时是汇入了一个董姓男子的账户 此人名下有多张银行卡 且资金流动十分频繁 通过这个账号 我们大概有将近一百万出去 而通过调查办案人员发现 董某今年二十多岁 没有正当职业 他是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 提供银行卡的 他也是出租出色自己的银行卡 他是这个诈骗分子 叫他去办 跑分团伙叫他去办银行卡 他就去办了五六张银行卡 所谓跑分 是指电信网络诈骗集团 骗取到受害人的钱款后 要立即将赃款分流转移 至千千万万个子账户中 以规避赃款被冻结 而要转移分流赃款 至各级子账户 就需要人工去操作 这个过程就叫跑分 而跑分团伙为了跑分 则需要大量的银行卡 用来转移赃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董某的行为已经构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达到二十万以上 认定诈骗之间二十万以上的话 我们就符合刑拘条件 我们就上网追逃了 于是玉山警方将犯罪嫌疑人 董某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逃 前不久 办案人员赶赴董某的老家 安徽合肥实施抓捕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成功将董某抓获归案 据了解 去年下半年 犯罪嫌疑人董某在上网时 无意间看到一条信息 一赚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 只需要一张卡 有需要的加蝙蝠账号 由于急需用钱 董某便下载注册了蝙蝠账号 很快就有人添加他为好友 只要去办几张银行卡 这个董某 当时因为确实是资金周转比较困难 就挺爱走险 就联系了对方 自己先把银行卡办好 在办好了五张银行卡之后 董某便按照诈骗分子的指示 乘坐动车来到了浙江宁波见面 这个过程中交通费住宿费等 统统由对方报销 对于自己提供银行卡的用途 董某心里十分清楚 他知道这是用于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洗钱 但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 董某便提供了自己的五张银行卡 给了他们之后 是由他们操作的 你就在那边休息 董某说 当时在宁波那个窝点 像他这样的人每天都有 董某一共待了四五天 但最后诈骗分子并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 第一个我跟他说 这银行卡是每天都能赚一五百多一千吗 他跟我说一个银行卡 封闭最多只能赚五百多一千 也就是说我带这五张卡 最多在他们这边 最多只能赚五千块钱 或许是觉得并不划算 董某便向对方要回了银行卡 对方最后也只支付了一千六百块钱 然而诈骗分子已经利用董某的账号 转账一百多万 董某出接银行卡的行为 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在这儿警方提醒说 骗子会盗取微信QQ等账号 对他人亲朋好友同事同学进行诈骗 市民如果遇到此类的情况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过打电话 或者其他的方式核实真假 以免上当受骗 接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不相信 不回复 哦 好